以竹编为穹顶,承载轻盈生命的稀席与飞翔,带您来欣赏陈淑燕的作品 人类曾经果皮唯一,而今退去保护功能的树皮生去不灭 经过解构、重组,依然坚守其柔韧的原始性格 不仅成为承载人类文明眼镜的要角、纸 当代纤维艺术家陈淑燕,更钟情将其置于台湾在地素材的自然与人文脉络 及多元纤维直信所散发的创作语言 玉树皮纤维为自然的有机个体,形塑其饱满而蔓延的特质 垂达累积其文化的厚度,交织出我们与生存的环境之间 相互影响渗透的状态 陈淑燕以自然直信的纤维从土地出发 用柔软有机的心意穿梭在自身观照及社群环境的连结之间 在原始、智人及人类文明的交相辨证与流动中 回到内在的朴实自然,由心开枕,如花绽放,如雨翼清明飞行 童年的山野经验,让陈淑燕至今无论生产何方 内心都对原始自然存在着回归与连结的渴望 现居花莲的它更积极运动丰富的在地植物素材和原住民编人技术 去展化和发展造型与意义的多样性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、许鹤勇、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